来关新道在昨天下午张化县张鹿鹿五段突然传出巨大的碰撞声 居民纷纷出来查看发现电感被拦腰撞断 当地393户民宅无电可用 台电人员在四个小时之内抢修恢复供电 而照货的驾驶呢竟然没有留在现场善后 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了沙石车公司 通知当事人道案说明 大马路上一辆辆车子呼啸而过 突然一辆沙石车去越开越往右边偏移 最后蹦直接撞上路旁电杆 挡风玻璃碎满地 26号下午路港镇张鹿鹿五段传出高分被撞击声 附近居民都被吓了一跳 沙石车的车头严重损毁 不仅如此路旁电杆被拦腰撞断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多惊人 沙石车还继续往前滑行几公尺才停下来 电杆被撞断一度造成当地393户无电可用 台电人员抢修赶在四个小时内恢复供电 而闯下大货的驾驶居然擅自离开现场 仿佛整起意外都和他无关 但其实整个自撞瞬间 全被路旁的监视器排下 造势的水星驾驶事发隔天才到案说明 自称是因为捡东西才会不胜自撞电杆 并非疲劳驾驶或酒驾 对此警方还要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得我们继续报道